- 股市蜘蛛人 关心投资人 各位亲爱的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欢迎大家固定利用 每天下午的五点到五点半 锁定股市蜘蛛人的节目 我是蜘蛛人阿豪 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的一个加权指数 中场它只有小涨了三点 可是各位好朋友 我们不得不承认 今天加权指数 它是不是又创下了一个 破断的一个新高点 来 让这位来看 来 各位好朋友 加权指数 今天即便只有小涨三点 仍然是收了一个十字线 但是今天盘中的一个最高点 是不是又再度创下 破断以来的新高点 收在9418点 那你说 阿豪 蜘蛛人 那你怎么样看这个盘呢 其实阿豪对于这个盘市 我只有一句话 送给各位好朋友 做一个分享 来 各位好朋友 这个盘市 你应该怎么去做一个看待呢 我们的看法是这样子 来 各位 任何压回你都应该去找买点 为什么啦 因为这个盘 它确实是一个抢多 抢钱 抢寒情的一个盘局 各位好朋友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盘市一路上涨上来 它在做什么事情 各位 这个盘市这样子 从9128点 一路到今天 各位 已经到了9418了 它在做什么事情 它只有在做一件事情 那就是它在右空 在尬空 那阿豪在这个地方 跟各位去做一个分享 9600点它避过 为什么9600点会避过呢 来 各位 阿豪是不是在昨天 同样是在这个5点 Live的节目当中 是不是跟各位去做一个分享了 各位好朋友 昨天是礼拜一 任何押回 你多应该去找买点 因为这个行情 会一路向北到中秋 所以阿豪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跟各位做了一个 非常明确的一个分析 分享了 那你说 我还是不相信 为什么不相信 来 我们再举更多的例子 更多的证据 来跟各位去做一个报告 来 各位好朋友 我们把观察的时间点放大 这一段波段的一个低点 它实际上是出现在8月8号 没关系我们用全图就好了 用全图让我们所有的一个好朋友 看得比较清楚 波段的低点 它是不是在8月8号 当天最低点是达到了9014点 接着呢 行情就没有再回来了 唯一回来的是在什么时候 在8月18号当天 但是当天量说压回 各位 是不是后面再走这一段 那很多好朋友 会在这个地方回去种计 种什么计 因为它是标标准准的一个诱空 没有诱到空头的 仍然是会被尬到 因为它不只是尬空头 而且它也是在尬空手 很多好朋友看到这一段 哇 吓都吓死了 我想说我还是看看 再说好了 结果行情就这么一路的走上去了 所以这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去做一个处理 你说 好 我看了很多的财经节目 很多的从业人员 大家都跟我讲说 这个礼拜 你不要看指数啦 指数根本就没有行情 可是那你怎么说呢 你到底有怎么样去看待这一个指数呢 来各位 口说无评 我们直接看 来各位 这两 这一个礼拜到底有没有行情 各位 你不是来这个地方当分析人员的 你不是来这边当分析师的 你是来这个市场上找赚钱机会的 来 我们直接跟各位做一个分享 来 昨天是礼拜一来 我们看家 昨天是礼拜一 8月25号 我们会怎么样去看待呢 9月份的一个台子期 9377 偏多看待 但是挂号是重点 挂号是在 加权指数 你要在9377 这个地方怎么办 偏多操作 这个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8月25号 礼拜一 好 那礼拜一呢 昨天是收了一个十字线 那各位 今天我们又怎么去看待呢 各位 同样哦 今天已经到了礼拜二了哦 9月份的一个台子期 9378 仍然是偏多看待 但是挂号是重点 重点是什么 加权指数 在9390点 这个地方 你仍然要偏多操作 各位 操作才是重点 那你说 好 那只有这样子吗 你今天就只有看这样子吗 各位 当然不是啊 丫头要找买点啊 来 各位 同样的是今天 9月份的一个台子期 9388 仍然是偏多看待 但是挂号是重点 加权指数 9400点 你要勇敢的 偏多操作 那你说 好 你一下子 这两天 你就给我看了这三个 三个这个盘中的一个 即时的一个讯息 那我还是没有 没有观念啊 今天加权指数创高 那你一路看多 光是这两个交易日以来 那又有怎么样 来 看文字简讯 我们真的会看得 比较乱一点 可是我把它数字化 各位 你一看就 一目了然了 来各位 这两天 收了这样的一个十字线 连续收 礼拜一收十字 礼拜二 今天还是收十字 所有的从业人员都跟你讲 这一个礼拜 指数没有行情 但是你不是来这里当分析师的 你是来这个市场上 真正找到赚钱机会的 阿豪是不是已经跟各位去做一个分享了 光是这两个交易日 来 我们把刚才的一个 文字简讯 我们把它做成一个文字化 把它做成一个数字化 各位 看数字你比较有感觉啦 方向是不是最重要的 来阿豪是不是在这个地方一直跟各位去做一个分享 鸭回你就是要去做一个买点 来左边的是加权指数 那右边的话是九月的一个台子期 我们把它做一个分析 我们把它做一个比对啦 来各位好朋友 加权指数 9377多 9390还是要偏多操作 9400仍然要偏多操作 各位 到了今天盘中加权指数的一个高点是9418点 各位 只有两个交易日的时间喔 因为你的方向看对 并且你有去做动作 来各位好朋友 有多少的一个上涨空间 9377到9418 已经有了41点的一个上涨空间了 那9390的呢 有28点的上涨空间 即便在今天盘中 9400点的仍然也创造出 18点的一个上涨空间了 所以各位好朋友 右边的这一段 我们就直接用看的 各位 这是不是阿豪跟各位一直 报告的 你在9377这个地方 你要偏多去做一个思考 9378仍然要偏多思考 即便到了9388 你要勇敢的偏多去做一个思考 今天到了一个盘中的高点 各位好朋友 这样有80点吗 所以阿豪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不断的跟各位去做一个报告 每天都跟各位去做一个提醒 提醒你什么 来 你不是来当分析人员的 你是真的来这个市场上找机会的 那市场上怎么样去找到赚钱的一个机会 阿豪是不是跟各位去做一个分享 来 当你对这个盘式 你的方向非常清楚的时候 绝对是你获利的一个基础 那你会说阿豪你怎么这么勇敢 市场上所有的一个从业人员都在这个地方 都很保守的去看待 可是你怎么这么勇敢的 一路要这样子北上到中秋 各位 为什么阿豪会这么勇敢 不是因为我敢去赌 而是因为我对于风险控管 非常非常的一个 非常非常的一个重视 如果说一些比较老的一个老朋友们 一些看节目比较久的一个好朋友们都知道 其实在当超盘手之前 我是在外商的期货公司 我是在当外商期货公司的一个交易员 那外商期货公司的一个交易员 我在那时候所受到的一个训练 最重要的是什么 风险控管绝对是摆在第一位 那因为这个圈子非常的小 我因为风险控管 得到了一个蛮正面的一个评价 后来就被挖角到一个国内大型的一个金控 正式成为一个超盘手 可是即便说我成为一个超盘手 即便说我现在正式踏入了 这个顾问的一个事业里面 阿豪的这个风险控管仍然是跟着我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 只要你是来操作的 你的风险控管绝对要摆在第一位 那怎么样去做一个风险控管 我们有一个股市的一个保险法 跟各位做一个分享 股市保险法就是你要懂得去散色停损 如果你不懂得去散色停损的话 阿豪真的是诚心的劝你一句话 如果你真的不会射停损的 请你离开这个股市 这句话讲得有点沉重 但是却是苦口婆心 你真的不会停损的 请你就离开这个市场 那你说 阿豪我不想要离开这个市场那怎么办 各位那要散色停损 那你说 阿豪那怎么去散色停损 我就举个例子跟各位去做一个报告 来各位 阿豪是不是跟别人不一样 阿豪这两天我还是一路看多 但是你说 你怎么去设风险控管 来我们就看这边 来各位 阿豪即便去做一个看多的一个动作 但是阿豪怎么去散色停损 来我们这位来看 各位 这个是不是今天盘中的一个 来风险控管 加卷指数 如果说同步跌破了9370点 那要做什么动作 就要做一个停损出场的一个动作 各位我们把9370点这个数字把它记下来 我们做一个比对 来各位 这个是今天盘中 今天如果说跌破了9370 就同步做一个停损的一个动作 来各位 进场的一个成本是哪里 9377 那停损点在哪里 9370 你只有停损7点 对呀风险控管非常重要 如果不会设停损的 请你离开这个市场 9378 你的停损只有8点 对呀 如果风险控管不懂得请你离开这个市场 那9388 你即便说你买在最高的 你的风险控管仍然只控制在18点以下 你的风险控管真的非常的严谨 对呀 这就是来到这个市场 你要成为赢家 大部分都跟你强 大部分的人都跟你强调 说我多会赚 我多会赚 但是唯有 好在这个地方会提醒你 你如果风险控管 你没有办法去设好风险控管的 很抱歉 你在这个市场上 我真的劝你赶快离开 因为风险控管是你存活唯一的一个机会 所以当你风险控管来 你散射停损已经做好了之后 那各位好朋友 你是不是可以非常放心的去追寻 你应该得到的一个绝对报酬了 所以好在这个地方 跟各位去做一个分享 我也觉得很有趣哦 来各位好朋友 这个是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的东西 它叫做钻石 尤其是有结婚的 或是结婚周年的一个好朋友 大家都很喜欢钻石 但是钻石有大颗的钻石 也有小颗的钻石 但是不管是大钻石 小钻石 它都是钻石 那我们来到这个股票市场 很有趣哦 怎么样有趣 来我们把钻石反过来念 不管你是赚大 或是赚小都没有关系 因为你都是赚钱的 那怎么样去做一个赚钱呢 阿豪在这边是不是跟各位提醒 这个盘石它会一路向北到中秋 可是不是叫你闭着眼睛就去买哦 因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动作 都是经由我们团队 在精打细算之后 在资助计较之后 做出的一个决定 所以各位好朋友 即便这个盘石 仍然是会持续的北上 但是阿豪在这地方去做个提醒 你真的要赚得到钱的话 你一定要找到一个团队 那怎么样找到一个团队呢 来各位 我们光是看这两天的一个行情 这两天的一个行情 收了两根十字 所有的一个从业人员 都跟你讲 这个礼拜 指数没有行情 但是 针对我们的一个团队 我们看到的情况 完全不一样 我们看到的是 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行情多空 它是在震荡 没有错 但是如果你找对的方法 每天多有金鸡蛋 那怎么去找对方法呢 冲冲热最快乐 今天当冲斑 给各位超值体验 当赢家的一个感觉 今天就仅限实名 那怎么样去超值体验赢的感觉呢 我们中场先休息 等一下回来 再跟各位做更详细的一个报告 我已经找到合格业者 将我那块被污染土地整治好了 但是最近有一个神秘人 要用高架租我的地 我敢没当周一 土地乱租给不明人数 真危险 有些人效业者 会租土地来望住了 挥挥挥气务 所以土地除了不能乱租 土地组还有常常巡逻出租的土地 哪不会造成的污染 地组还可能被关 而且最多可以活得300万人 请再到长期保护数 欢迎新银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获得头部 都有期货 股票 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入会咨询专线 02 2578 300 2578 300 最专业的投顾 顾得头顾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顾得头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 2578 300 2578 300 最用心的投顾 顾得头顾 当您投资失利 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顾得头顾 并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帮助您 拥有期货股票双振兆 使您反败为顺的最佳利器 入会咨询专线 02 2578 300 2578 300 最挺你的头顾 顾得头顾 头顾 请用五分珠 去记得 请用记得五分珠 五分珠 快够好 爸爸 鹅排清理窗 专利复了是岛块 学名性能超越国家标准 3.5倍 有了鹅排清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这家里打股也是 代用 股市蜘蛛人 关心投资人 欢迎各位好朋友 再回到节目现场 那在这半段的一个节目当中 我要赶快跟各位去做一个分享 分享什么 各位 你来到这个市场 你到底要做的是什么事情 你是要分析行情呢 还是你真的要去把握住赚钱的一个机会 怎么样去把握住赚钱的机会 我相信这个是大家要选的答案 可是各位 你对于行情你要不要了解 你当然要了解 来各位好朋友 破断的低点加全指数 破断的低点是不是出现在8月8号的9014点 我们先不要讲那么远 我们光是想从上个礼拜到现在为止 来我们来看到 上个礼拜一低点是9128点到今天9418点 各位是不是已经将近有300点的一个行情了 多少的一个时间 你有没有掌握到 你说啊好 我就看着行情就这样子 300点就这样子涨上去了 各位那也太可惜了吧 那你说啊好 你光是说我 你呢 你有没有掌握到这个行情 我不知道啊 我只是公开的跟各位去做一个预告而已 来 我们来看各位全市场唯一在节目中预告 8月19号要权利不多 因为它会大涨 并且跟你预告礼拜三 8月20号礼拜三这一天会拉高结算的 就只有一个人 他叫做股市资助人 啊好 你说啊好 口说无评 你要拿出证据来 来各位好朋友 我们一起来看 来 8月18号空方回补权利不多 结果礼拜二有没有大涨白点 好那大涨白点之后呢 阿豪仍然跟各位去做一个预告 来各位 明天是不是要拉高结算 重点不是在明天拉高结算 因为这已经都过去了 我们来看这一边 来加权指数 从9135 9155 9188 各位好朋友 波段低点在哪里 9128点 你在9135点这个地方 你全面去看多的 各位这一路上涨到今天的一个盘中高点 已经几乎来到了300点的一个空间了 那你会不会是这个市场上一个真正的赢家 而不是只是来这边讲行情的而已 所以各位好朋友 对行情你到底怎么样去做一个把握 你是不是要有一个团队 帮你去做一个精打细算 在别人都很害怕 根本不敢进场的时候 根本都空手在观望的时候 你要非常的一个勇敢 包括昨天我在同样的这个时段 我们的是节目是live的 同样5点的这个时段 来 我是不是跟各位去做一个报告了 任何鸭尾 你多应该找到一个团队 帮你去找到一个真正的买点 因为这个行情一路向北到中秋 那你说一路向北到中秋 你怎么讲得这么有把握 来 这位来看 各位 这是一个标标准准的一个 抢多 抢钱 抢行情的一个时间点 因为在这一段时间 各位 它标准的是一个 嘎空 右空 并且在这边跟各位去做一个分享 做一个预告 9600点 如果这个盘式仍然维持着 这样的一个隔绝不变 它一定会突破 各位好朋友 那你说 那你这么样的一个看多 那你到底有没有动作 你跟我们讲了方向 讲了这么样的一个笃定 那你到底有没有动作 各位好朋友 你是来这个地方 赚钱的 找赚钱机会 不是来做分析的 所以动作才是你真正的一个重点 来跟各位去做一个分享 来各位 昨天是礼拜一 8月25号 我们怎么样去动作呢 来 9月台子旗 9377这个地方 我们是偏多看待 但是重点在挂 加钱指数 9377点这个地方 你就要有动作了 要偏多操作 还不够 那今天啊 今天是礼拜二啊 来 9月的一个台子旗 9378这个地方 我们的看法 仍然是偏多看待 但是挂号是重点 加钱指数 9390点 你就要动作了 要偏多操作 好 那今天只有这样子吗 当然不够啊 各位 同样的台子09 9388 要偏多看待 但是挂号是重点 你要动作是在挂号这个地方 加钱指数 9400点 要偏多去做一个操作 来 同样的 我们把简单的这两天 这三个文字简讯 我们把它画成数字化 给各位做一个 比较具体的一个 一个归纳 来 各位 我们来看 左手边是加钱指数 因为加钱指数 跟这个台子09 它毕竟有一个 价差的一个空间 那我们把两边列出来 方便各位去做一个比对 来 各位 加钱指数 9377 9390 9400 你都要完全的偏多操作 来 各位 到今天 今天的一个盘中高点 是不是已经来到了 9418点了 各位 上涨空间有多少 41点 28点 18点 好 我们去做一个比对 那如果是台子09的部分 我们是不是在 9377 9378 以及 9388 这个地方 我们都是偏多去看待的 来 各位 今天到盘中的一个高点 9408点 上涨空间 各位 有没有超过80点 那你说 好 你在这个地方 你怎么一直跟我们去强调方向 方向 各位 方向 绝对是你来到这个市场 真正获利的一个基础 所以你的方向清楚 你才有办法去达到 你想要的一个获利基础 那你说 好 那你 每次都跟我们讲方向 而且你怎么这么勇敢 大家都看空 只有你 你开始 一路的 说这个行情会一路的上去 你是不是用赌的 当然不是用赌的 我们只有风险控管 做好之后 我们才能够很放心的去追寻 我们想要达到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一路看多 可是我们要不要设风险 我们当然要设风险控管 那怎么样设风险控管 来跟各位做一个分享 今天是不是8月26号 来 我们要做风险控管 加权指数 如果说跟台子期同步跌破 9370点 那要做什么动作 当然要停 损出场 各位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风险控管 那你说 好 9370 那我们做一个比对 来我们做全途 来 9370 来我们做一个比对 9370是我们的一个停顺点 在今天盘中的一个停顺点 各位 7点 8点 18点 当你风险控管 在你可以控制的一个范围之内了 各位 那这个上涨空间 你会不会很放心的去做一个追求 所以好 在这个地方 也要同步的跟各位去做一个提醒 来到这个市场 大家都会一味的想说 哇 我要来赚大钱 我要来赚大钱 那很多从业人员也都是 哇 每天都是两三百点这样子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一个 一个绩效去做一个展示 但是唯有阿豪 会跟各位去做一个提醒 因为我在这个外商的一个 外商的一个 期货交易员的时候 我所受到的一个训练 就是你在这个市场上 你真正要活下去 你一定要遵守一点 什么样的哪一点 那就是股市保险法 散色停损点 如果你真的不会散色停损的一个好朋友 不好意思 请你离开这个市场 因为你如果不会散色停损点 你一味的只是要去追求 非常不可思议的风险报酬 总有一天 你所辛辛苦苦存下来的这个钱 仍然会被这个市场给咬回去 所以阿豪在这个地方跟各位去做一个 风险停损 你把它设定好之后 各位 你再加上一个 你再加上一个团队支柱计较 帮你掌握出正确的一个方向的时候 那各位 那你来到这个市场 你会找到 你真正非常喜欢的一个事情 什么样的一个事情 来我们来看 这个是大家都喜欢的钻石 大科的钻石 小科的钻石 它都是钻石 可是你如果真的来到这个市场 你把风险先设定好 风险设定好之后 你是不是就是可以开始去追寻 你应该得到的一个绝对报酬 那我们把钻石反过来念 各位 不管你是赚小的也好 不管你是赚大的也好 没有关系 因为你都是赚钱的 那你说 好 你讲得这么容易 我也知道啊 风险是控管好啊 那到底盘中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去做一个动作 尤其你说的很有技巧 你说压回找买点 那你代表的就是说 我不能够闭着眼睛 明天就去买嘛 那到底我应该怎么样 去做一个动作 啊好 明白你有这样的一个困扰 所以啊好 在这个地方也准备好了 来 这样子震荡的一个行情 你更需要一个 精打细算的一个团队 当成是你的一个靠山 所以我们这位来看 来 行情多空在震荡 但是你真的找到一个 对的一个团队之后 在精打细算之后 你会发现每天都有金鸡蛋 那这样的一个震荡行情 到底怎么去做一个掌握呢 各位 冲冲热最快乐 啊好 在这个地方啊 帮各位准备了一个当冲班 所以今天我们准备了这个超值体验 让你体验什么感觉 体验赢的感觉 我们就只有限定10个名额 啊好 在这个地方也要再一次的去做一个叮咛 这个地方我们虽然是一路看 这个行情会向北到中秋 但是重点是在于 你要有一个团队 在最关键的时间点 要告诉你去做最关键的一个动作 那如果说你现在 明明是看对了这个行情 但是你真的不敢 或是你真的不知道 该怎么去做一个掌握的 各位好朋友 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当冲班 超值体验 让你去体验赢的一个感觉 我们今天就只限定10个名额 那啊好 也希望说 借由今天的这个抛砖语域 能够真的带给各位好朋友一个信心 让各位真正去掌握到这个行情 不要再被尬空手 或是被尬空头了 那啊好 也在这个地方 祝福亲爱的各位好朋友 希望今天你的一个动作 我们明天在盘中的时候 我们可以同步去做一个动作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获得投资 都有期货 股票双证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入会资情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资 固,固得投资 用心,用心,还是用心 是固得投资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资 固得投资 当您投资失利 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固得投资 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 帮助您 拥有起货股票双证兆 使您板败为顺的最佳利器 入会资情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舔你的投资 固得投资 潮谁输了资 我是物流专家 让全球热爱MIT产品 我是Dr.Beauty 让世界都变灵 我是Happy达人 让香蕉皮变成抗热欲保健食品 自由经济示范区 才是台湾的潮 既在地又有竞争力 一起潮吧 快乐是什么 清清海是快乐 把快乐传出去 更快乐 在这个河海 河山 河云没有距离的地方 我找到了 我的新亲密关系 现在这个时机 什么都斤斤计较 省电费 瓦斯费 一样要有诀窍 能效标示五个等级 级数越低 越省钱 冷气就换新 选用能效一级 电费省很大哦 还有除湿机 电冰箱 瓦斯炉 热水器 灯号也一级 小小投资 大大回报 这样都好像是钱扫 还不是为了节能 能效标示看清楚 节能省钱有一套 机关 东西要备吃